这是昨天凌晨马居发生的事 旋风大哥用自己的魅力 成功偏取了旋风 首先旋风大哥靠着自己的毅力 成功和旋风交谈上了 而旁边的羊驼显得那么带滞 虽然旋风走开了 但没过多一会儿呢 旋风主动挤开了门 来到了小旋风的房间 最开始旋风大哥有些出路 因此旋风有些生气 我跨越沙河大海 只为了过来见你 你竟然这么对我 此时的旋风想要逃离这一切 旋风大哥看出了旋风的气质 于是过来向他道歉 并且成功的取得了旋风的原谅 接下来的事件 小旋风表现的还不错 只不过羊驼有些可怜 在这块看了整个过程 默默的承受了伤害 之后的小旋风和旋风 挨在一起就这么睡着了 中间又花了好几次睡着 事实证明呢 他俩可以在一块好好的相处 整个大球来了吗 在这吃东西 他也在家上 干啥你找我 你现在 混的呀 原码都不跟你一块睡觉了 这把行了你们三个都能在外面的 挺好 把咱俩小一份气 我咱俩小一份现在不大的 他根本就完全无事 他他还见你去聊 小一份也想跟他脑 他但是他不懂 但是他不懂其实就是你不懂哈 真是脑上吃饭吗 就见呢 他也见他忘了上拱 两个肩马 怎么突然间好好的呢 真神奇啊 吃东西来了 在看他在看他 不怕 胆真小啊 这能在一起不打仗了 你咋整个做现在是 啊 太可怜了吃饭也吃不上 捡点地上再吃吧 吃点草吧 然后我要是挣挣钱的我再给买个媳妇 啊 你再帮帮帮吃吧 吃下钱剩你自己了 哎呀我的天 小陀螺吃饱后呢 又吃了很多的马粮 此刻的他呢 显得更孤独了 小学份呢 也时不时的会欺负他 给他醉的呢也是很闹气 为了小陀螺的信钱于 只能把小学份和他们奋开 你犯事了你不知道吗 啊学份 学份 走来那好了去我啊要鞋子吗 再入他的命门走 我现在看了我 小心 让这股肉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